大家好,歡迎收看三分鐘市評 我是李廣慶 本地股腳軟,港交所最威 在談及今天的題目之前 請大家看看恆新指數表現 全日恆指微升了22點 收報22952點 成交有1182億 港股上星期五大跌1349點 成交到1805億 今天出現一個小幅度的技術性反彈 一點都不出奇 不過整體整個市況 目前來看仍然是稍為偏遠 最主要因為政治事件仍然未完結 第一個最大的衝擊出現了 今天曾經下跌到22,500區 大家看看恆新指數這幅走勢圖 恆指今天最低見過22519 上星期五都出了這幅圖 如果你們當作一個三角形 糧度跌幅 最少要去到22,500 今天要去到22519 如果當作一個長方形或雙形 一個行李箱 一個行李箱 雙形跌穿了下來之後 糧度跌幅目標是22,100區 所以我說中間位大概22,300 現在雖然有些技術性反彈 但不代表它一定不會跌穿下去 所以還是要留心 因為要去到今晚美國沒有市場 明天可能港股 不排除都還有一些技術性反彈 但去到星期三、四的時候就注意了 因為香港版國安法 星期四在人大的表決 當日是期止結算日 美國放完今晚假期之後 會不會有些什麼的舉動 都會影響到港股的走勢 所以大家要注意 如果真的22,100都失守的話 五窮之後六絕 就要小心 它會落到途中所見的第二位 即是21,139 即是3月19日的低位 上星期五都說過了 不浪費時間 不重複 大家要注意 雖然今天 今晚美國沒有市場 今晚也沒有夜期 但其實人民幣都是繼續偏遠的 這是官價7.139或7.14水平 其實跌穿了 向上就是人民幣約美元強 跌穿了3月的低位 即人民幣的低位 美元已經升破了3月的高位 即是繼續市場 都仍是擔心的 人民幣、港匯 都是反映出資金的流向 現在市場仍是有些 對政治事件都會有擔心 好了 擔心之後 其實最受影響的 一定是本地股份 本地股份 今天就繼續受到打擊 上個星期五 已經是很大棍下跌 今天就繼續再跌 其中今天跌得 恆指成分股 跌得最多的就是 例如恆生銀行 今天跌3.8% 今天破底了 即是3月份的低位 今天跌破了 這陣子也一直都喝足 就算沒有政治事件 之前這裡已經開始喝足 每天都喝足 即是開始偏遠的 現在跌穿了120 或者前浪底 3月19日的低位 123 123的水平 124 或者你當它好記 上不到去125之上 都是偏弱的 今天 太古A 19日 都跌了3.6% 3.6% 又是破底下去了 上星期五還收到 今天就下跌下去了 這些都是說 雖然恆指今天有得彈下 但是 這些本地股 是破底而落的 要小心 和恆生銀行一樣 另外一些地產股 以恆生銀行一樣 曾經破過下去 就收市 你當它窄戒 即是說 再觀望多一兩天 不過 如果要我估計 都是偏遠的 因為陰足為主 新地 已經跌穿了下去了 已經跌穿了下去 所以恆地跌穿下去的機會都比較大 如果本地地產股 即是長實地產 就較為強勢 即是在高位 因為亦都有一些珍慈 所以較為強勢 其餘的 比如說 恆基地產 新鴻基地產 信和置業 這些都是比較弱的 另外大半隻地產股 就是港鐵 又是 今天試過低位 試過低位 就未跌穿 它的情況 亦都是可以再觀察多一天 和恆基那種情況 類似些 不過恆基就曾經穿過下去 即是弱過 弱些 港鐵相反 都比它們強一點 因為它就有半隻公用股 可能是這樣 但整體來說 本地股都是弱的 有幫大半隻本地股 今天曾經都跌得幾傷 最後跌幅收窄到1.6% 它有一枝小讓燭的低位 不過 不要這麼快樂觀著 因為整體本地股 那個趨勢都是弱的 銀子今天有得彈 全靠出口股份 例如港交所這些 港交所為何會好呢 就是因為它受惠於 中美如果真的 關係越爪越差 金融戰的話 很多中概股在美國 就會回來香港上市 這個上星期五都說了 所以就有利於它 其實那時候港交所 之前上星期港交所 曾經說過 就是不用高追的 等它回下來的時候買 回下來的時候買 就希望它補裂口 結果它今天真的是低的時候 補了裂口 最低是255元 255元就是 橙色的這條就是二天線 剛剛就受到支持之後就衝上去 所以就比較好 這隻 這隻比較好 另外剛才說出口相關的 譬如創科今天都升3.9% 收報68元 那些都會好些 另外就是一些 就是中資的股份 中資股份 因為其實現在 國安法是本地受影響較大 那內地的股份 就沒有那麼受影響 所以那批股份 都還是OK的 例如 還有什麼呢 譬如蒙牛今天升2.2% 華氧之地升1.9% 所以大家如果這陣子 要認清大市 可能受到本地股影響 就偏遠 那中資股較為好些 那中資股今天其實還有 物館股這個板塊 其實都比較多股份 是繼續做好的 好像這個2186那些 就那些差不多升近一成 另外呢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ATMX 這些本身那個 曾經今天 或者是阿里巴巴這樣說 曾經都跌過 美市都因為業績 它跌過來 其實業績都挺好的 接著是抽上去收的 分住來買 記得強調是要分住來買 整體而言 我覺得港股 恆生指數來看 走勢仍然都是偏遠的 現在有少許反彈 技術性反彈 大概 覺得阻力在哪裏 可能上到23000到23200 就可能差不多了 因為 之後應該都不會放過 那些淡油都不會放過 因為還有幾天結算 除非那些消息 非常之利好 否則的話 怎麼都會踩下去 所以今天的低位 225區 甚至乎有機會都可以被跌穿 大家要注意 在結算 或者這個本月月底 即是吉本州這個時候 那六月份 我仍然都是擔心 中美的爭執 繼續越來越深的話 就會對港股的發展不利 那現在中資股 就因為說 不關我事 就是沒有什麼點點 但如果中美關係惡劣的話 例如這個金融戰 例如這個科技戰 或者這個中美貿易戰 再延續下去 那大家都要小心 本地的中資股 會不會受到影響 如果受到影響 大家要考慮 即是3月這個低位 21139 會不會再被跌穿 那我自己都是 暫時來看 都是偏淡一點 好了 時間關係 今天分析到這裡為止 多謝大家收看